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有没有做什么比如说那个防护工作呀对自己的嗓子和皮肤 我自己只是说每天洗完澡以后就涂一些滋润霜啊之类的 然后尤其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嘛 所以与其说自己的保护措施我可能让孩子就是多涂一些 每天都让他们注意多涂一些保护霜啊就滋润霜啊 所以两个小孩反而做的挺到位 自己的还是有一点偷懒 那浅浅呢 注意那个保湿嘛 一个是就是说不伤皮肤 另外一个好像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那个女性啊 要保湿美容啊 这个保湿也是个大重要的一个科技 所以希望每个观众朋友也可以做到最基本的一个保湿的措施 好 首先又前前带来本周的金刚式的消息 好 废宝市が次以外の箱になります 广报将改为每月发行一次 现在金刚式的宣传报 另外此宣传报也可在金刚式主页上浏览到PDF版和便于阅览的电子书版 欢迎直接浏览 详请请咨询宣传广告广报科 这司均可以使用具有无线功能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进行上网 请大家与我们共同向世界推广 向推广金刚式的魅力 关于金刚式公众无线网络计划 请咨询情报管理课 电话号码为054-221-1341 工作人员将与日语对应 好 谢谢千天 接下来是有关地震的小常识 南海トラフ巨大自身に備えて 今週のワンポイントアドバイス ペットはどうなるの? 宠物怎么办? 发生地震时宠物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可以预想到以下几种情景会发生 烧伤或受伤、迷路、宠物的主人因死亡等原因 无法去饲养宠物 以备不食之需 请为宠物也准备防灾物品 准备至少一个星期份量的宠物食品和饮用水 还有餐具 消毒药品、纱布、绷带、牵引带、颈带、笼字或宠物体带等 还有猫日沙、宠物用卫生电、旧报纸、宠物照片 以防丢失时使用 从现在做起的事情有 在宠物身上挂好名牌 记载宠物名、主人姓名和联络方式 为宠物接种疫苗、打狂犬并预防针 训练宠物、言听必从 如果发生地震 请与您的宠物一起避难 请事先确认好您家附近的避难所是否可以携带宠物 因为有些避难所是不可以带宠物的 金刚市准备在大地震发生时建立宠物用 救护中心 救护中心可以为宠物治疗伤 并还可以照看宠物一段时间 此外还会发放宠物食品及用品 好,以上是本周的中国语消息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